台湾 莲花刃普问的 顶礼尊贵无上的根本上师 圣尊连身佛佛 感恩师佛 为弟子开示解惑 一 弟子想请示师尊 如欲向师尊请法 得该本尊法 非恶贯以上的法 师尊仍未公开传授 除了因飞往西雅图亲自向 师尊请示之外 弟子亦准备好 师佛的供养 主尊的法本 主尊喜爱的供品 本尊的相 及对根本上师的敬意 实修 是否能请师尊为余弟子开示 如向师尊请法 应如何准备才得以如法 而师尊亦能慈悲传法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说要请本尊法 但是这个本尊还没有公开传授 他要回到西雅图来 亲自问求本尊灌顶 另外还要请法 应该怎么准备 这个法根本就没有公开过 我不知道你要请哪一个本尊 却来了再说 对不对 你要请法嘛 来了 你要准备的东西 不一定在台湾就准备嘛 对不对 你来到美国以后 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那师尊再跟你讲 那你要请哪一个本尊 师尊才知道 你要请法 当然还是会传法给你 好像没有公开过的 他说没有公开过的一个本尊 那来了再讲 对不对 来了再讲 总之 你要本人飞到西雅图来 从台湾飞到西雅图来 第一个要准备的就是机票 来回的机票 对不对 第二个 你住的会用 你一定要准备 你要准备住几天 你自己也要准备 至少来 那西雅图 总不是说来一下请个法就走吧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至少要一个礼拜 要有一个礼拜的礼会 吃饭 西雅图雷藏寺会免费供应 他没有什么那个西雅图雷藏寺 你是弟子 你来了西雅图雷藏寺 谁来都欢迎 那你要准备的东西 到底是请哪个 祖尊 当然 师尊知道的 就会跟你讲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来回的机票 在这里的生活会 还要记得 你要带着 换洗的衣服